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比尔的表现还是不错的,全场比赛,32分钟,29中13。 3分10中3攻下31分,7篮板4主攻,但维少这场比赛的表现很差,全场比赛25分钟,11中3,3分3中1,罚球4中2,拿下9分8篮板6主攻,命中率27.3%,3分命中率33.3%,在赛后维少表示,我现在还有登场限制,所以不能打太久,我还没有,找到比赛节奏,我想打得更好,更简单。 我不太喜欢找借口,我会随时做好准备,之前缺席了很久,我努力找回比赛感觉。 这场比赛维少,被喷得很惨,有球迷表示9家,8正6经济型三双,东部追梦。 大家都知道,维少投篮差,其实作为后卫,运球也很差,极端不合理的表现,有很多。 一位球迷,还上传了维少一个回合,两次运丢球的景象。 维少的突破,很亮枪,第一次险些丢球,被马斯队友,戳了一下剪回来了。 第二次他又这样,突破进去丢球了,他还望图把球,扔给队友最终被抢断。 维少这种炸药包式的突破,实在是令人无奈。 每枚NBA Central,晒出比尔与维少,付出首秀的数据。 比尔31分,29中13,在场竞负2分。 维少9分,11中3,在场竞负20分。 其才三胜九负,这足以说明,球队的毒瘤是谁。 2017年的常规赛MVP就这样一文不值了。 本赛季场,均35.5分钟,拿下18分9.5篮板,10.6助攻1.12,抢断0.25盖帽。 命中率,37%,3分命中率,30.6%。 他真的,回不到重前了吗? 但还是有球迷,记得威震天的神威。 他写道,要记得威少,在受伤之前的表现。 场均33.4分,7.3篮板6助攻,命中率,54.9%。 这是威少在上赛季,肩伤之前的数据。 肩伤复出后竞技状态,就大不如前了。 季后赛的表现,极度拉胯。 其实上赛季常规赛,威少受伤前,真的很诈恋。 所以威少这个打法的球员伤病,才是最影响状态的。 文言小白。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